这期继续讲屌丝第274篇,省文史研究馆是隶属省府执管的厅级事业单位。 宋良调过去担任副馆长,哪怕是级别保持不变,也相当于一杆子录到底了。 从代事长到一个18县的清水衙门担任副职,宋良怕是跳楼的心都有了。 郭兴安不知道宋良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他的心情是格外愉悦。 本来还没能从那种失落的状态中走出来的郭兴安,突然觉得自己有伴了。 宋良是他的老同事,现在调到省里来跟他作伴,一个省档案馆,一个省文史研究馆,两人还真是同为天涯沦落人。 把手机放桌上,郭兴安一边喝着茶一边哼着小曲,此刻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觉得幸灾乐祸,原来可以让人的心情如此舒服。 无道不孤啊! 郭兴安放下茶杯后,嘴角微微一翘,心里边冒出这个词。 瞅了瞅桌上的手机,郭兴安眼珠子转了转,突然觉得此时不给宋良打个电话似乎缺失了点什么。 心里如此想着,郭兴安拿起手机给宋良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郭兴安呵呵笑道,宋良同志,忙呢? 电话这头,宋良悠悠道,郭管长,什么事? 听到宋良喊自己现在的职务,郭兴安挑了挑眉头,笑道,宋良同志,我这不是听说你马上要调到沈文史研究馆来吗? 我不得打个电话关心一下。 宋良神色阴郁,特么的,郭兴安这丝倒是消息灵通,这么快就知道了这事。 连他自个才刚刚知道这消息,郭兴安的嗅觉竟然跟狗鼻子一样,这么快就嗅到消息了。 听着郭兴安明显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宋良心里堵得慌,原本就因为听到自己竟要被调去沈文史研究馆,他就险些吐血。 现在郭兴安又故意打这么个电话过来,宋良这回差点想直接把电话砸了。 郭兴安听宋良没说话,脑子里想着宋良现在是什么表情,继续笑道,宋良同志,咱们现在可是成了难兄难弟了,你说我这刚当了省当案馆的副馆长才没多久,你也要调到沈文县研究馆去当副馆长了,以后咱们可就成了隔壁邻居。 我日后可是一点都不孤单了,我看咱们回头可以经常串串门喝喝茶。 省当案馆和沈文县研究馆就在一条街上紧挨着,郭兴安才会有这么一说。 听着郭兴安话里的调侃,宋良脸色无比阴沉,郭兴安这家伙这会就是纯粹打电话来奚落他的,之前对方从市书记的位置上背录,现在轮到他了,养人一个书记,一个市长。 郭兴安现在怕是觉得心理平衡多了。 宋良的沉默似乎激发了郭兴安说话的兴趣,接着道,宋良同志,怎么不说话? 宋良嘴角抽搐了一下,将郭兴安的电话狠狠摁掉,仿佛手机也跟他有仇一般。 把手机放下,宋良气得拍了拍桌子,他娘的,郭兴安这家伙真是操蛋得很,故意打这么个电话来刺激他。 脸色难看地坐着,宋良此时除了生闷气外,也做不了什么,心里更是充满了无力感。 昨晚他还在电话里,希望苏华欣能再帮他争取一下,现在看来,不过都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没人愿意冒着得罪督导组的风险为他说话,刚刚郭兴安打电话过来的前一刻,苏华欣才给他打电话,讲了不到一分钟,言下之意,将他调到省文使馆去。 已经是苏华欣能为他争取到的较好的安排了,帮他保留住了级别。 他这个副馆长,后面加个阔弧,正挺。 老计福利,致在千里。 苏华欣灵挂掉电话前送给宋良这么一句话,宋良知道对方是在安抚,他先折服着,等待后续有没有机会。 宋良对此没抱太大希望,他很清楚苏华欣这话的安慰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老子现在估计要成为全省干部的笑话了。 宋良喃喃自语,他想到了别人发给他的视频,那是有人在督导组反馈会议上偷偷拍下的。 当时正是督导组的人将他的视频在会上播放了出来。 据说现在还有人笑话他宋良尝了一身白花花的肉。 这才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各种段子都出来了,有的还传到了他耳里。 伴随着时间推移,宋良心知越来越多的干部会知道他被免职的真相。 宋良现在甚至感觉都自己都没脸走出办公室。 就在宋良在办公室里暗自声闷气时,另一头是书记林松源的办公室里,是组织不长马颜利正在同林松源交谈。 马颜利是在宋良的文职文件出来后才到林松源这的。 昨晚督导组反馈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马颜利很快就得到了第一手消息。 但马颜利自个也没想到宋良的免职文件会这么快下来。 他这回过来,无疑是奔着自己的前程来的。 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坐着的林松源,此刻脸上的神色多少有些无奈。 因为马颜利现在野心变大了,对方刚刚一番话,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争取那副书记的位置。 甚至还流露出有没有可能够得着那市长的宝座,这无疑是马颜利看到宋良骤然出事,心思活络起来了。 此刻,在听完马颜利所讲后,林松源毫不客气地给马颜利泼着冷水。 颜利,你也是个老祖宫了,你自个觉得从事组织不长一步跨越到市长一直,现实吗? 马颜利眉毛一样,虽然不太现实,但我觉得也不是一丝希望都没有吧。 这两年组织上提拔干部,经常会打破一些传统旧历,这种事为何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林松源看着马颜利,发生在你身上。 那你有没有问问,自个儿有没有足够硬的背景? 马颜利一下沉默了,他的背景要是足够硬,就不至于要借助林松源来谋求这个职位了。 林松源依然毫不客气地给马颜利继续泼冷水。 严厉,这是你如果要听我的意见,那我就两个字,没戏。 你争一争副书记可能有戏,想一步到位就直接去争那市长的宝座,根本不太可能。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样的先例几乎没有,要是你现在担任的是常务副市长一职,希望反倒还会有一些。 马颜利拧着嘴,林书记,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没有先例啥的,是在人为,不争取哪能知道一点希望都没有。 林松源无奈地看着马颜利,心说这女人现在除了对那些小心肉感兴趣,对权力的迷恋也是与日俱增。 沉默片刻,林松源道,颜利,反正我是没那个能力帮你争取,你资格要是有本事,可以去活动活动,说不行,你真能打破这个先例。 见马颜利又要说啥,林松源又抢先道,颜利,不瞒你说,我连要帮你争取副书记一直都十分费劲,力不从心,你却连市长的位置都惦记上了。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林松源要是有那么大的本事,现在我就不是只坐在这关州市书记的位置上。 马颜利目光灼灼地盯着林松源,林书记,我可是听说你好像搭上了陶书记的关系。 听马颜利这么说,林松源眼珠子瞪了起来,靠,体制里就是这样,一有点啥事都很难瞒住别人。 林松源目光变幻着,不时从马颜利脸上扫过,看着马颜利那风韵犹存的脸蛋,他不知道想到什么,目光里逐渐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马颜利见林松源一直盯着他看,那种眼神让他很不自在,皱眉道,林书记,你一直看我干什么? 林松源呵呵笑道,颜利,坐近一点,你现在老是跟我那么疏远干嘛? 马颜利撇了下嘴,林松源那话一下让他明白了是什么意思,神色冷淡道,林是长,咱们现在这样坐着刚刚好,免得回头有人进来了,挨得太近了不太好。 马颜利说着又补充了一句,林书记,你现在身边环绕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我已经人老珠黄了。 林松源砸了砸嘴,你这分明是胡说八道,我林松源是那种人吗? 我林松源现在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些时候是逢场做戏,工作需要,特么的,老是有人喜欢在背后编排八卦。 马颜利嘴角扯了一下,想笑又没笑出来,那表情分明是对林松源的嘲讽。 林松源轻咳了一声,主动岔开这个话题,道,严厉,其实你不用妄自菲薄,你现在正是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龄,哪是那种小姑娘能比的。 马颜利道,林书记,看不出你也学会夸女人了。 林松源道,严厉,我说的是实话。 马颜利显然没兴趣跟林松源扯这个,道,林市长,咱们还是说正事。 看到马颜利一脸淡漠,林松源嘴角抽了抽,马颜利这娘们现在对自个还真是嫌弃得紧。 不过林松源也知道对方现在只对年轻力壮的小鲜肉感兴趣,这会也懒得跟对方计较。 说回正事,严厉,我刚刚已经把掏心窝子的话都跟你说了,你想谋求那市长一职,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也帮你使不上任何力气,你就别抱有幻想了。 何况你自个又不是不知道从组织不长一步跨到市长一职,根本就不现实。 马颜利眉头紧拧,还没等他说什么,只听林松源话锋一转,又道,颜利,除非你,自个能走通更上层的门路,否则这是一点都没戏。 马颜利看着林松源,隐隐听出林松源这话似乎在暗示啥,不禁问道,林书记,你想说什么? 林松源微微一笑,颜利,你是个聪明人。 马颜利道,林书记,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林松源道,颜利,你对苏华新苏领导了解吗? 马颜利皱起眉头,林书记,你是在故意调侃我吗? 我都没什么机会接触苏领导,谈何对他了解。 林松源笑了笑,目光再次审视着马颜利。 马颜利虽然年龄不小,但长期养尊处优,保养有方,其面容看起来并没有实际年龄那么大,顶多也就是像三十几岁的女人。 在林松源看来,马颜利其实很有魅力,或许对方能让苏华新看上呢。 林松源此时心想,如果马颜利能走通苏华新的关系,并且攀上苏华新那根高枝,那对他来说无疑不是坏事。 今后他至少能借助马颜利去巴结苏华新。 到时候,他在陶仁华和苏华新之间左右逢源,是不是还有希望更进一步? 如此一想,林松源突然觉得心思愈发开阔起来,笑呵呵道, 颜利,苏领导喜欢唱歌,听说偶尔还会到KTV里高歌两曲, 我觉得你未尝不能好好利用下苏领导的这个爱好。 马颜利眉头微醋,若有所思地看着林松源,林松源的意思是想让他利用女人的优势去接近苏华新。 心里闪过这个念头,马颜利下意识反问道,这能行吗? 林松源笑道,颜利,这怎么不行呢? 你想想看,苏领导去唱歌,是不是偶尔也会叫几个陪唱的小妹? 有时候兴致一起,情绪也到位了,你觉得会啥都不发生吗? 马颜利道,你也说了,人家叫的是年轻的小妹来陪唱,我这年龄,怎么跟年轻姑娘比呢? 林松源不以为然道,颜利,亏你还经常跟年轻的小帅哥打交道呢? 我看你一点都不了解男人,像你这样的女人对男人才最有吸引力。 林松源说完,不忘又调侃马颜利一句,颜利,看来你和那些小鲜肉也是走肾不走心吗? 马颜利瞥了林松源一眼,自动将对方最后一句话给过滤掉,道,林书记,我怎么听说你们男人永远都喜欢十八岁的姑娘呢?你确定我能行? 林松源笑容灿烂,马颜利这娘们已经心动了,都不需要她鼓动啥,她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 马颜利自个儿就对这事开始上心了。 林松源道,颜利,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没错,但谁说男人就不喜欢你这种成熟款的了?我怎么感觉你在我眼里越来越有魅力呢? 马颜利淡然道,林书记,我倒是觉得你越来越会哄女人开心了,以前还真瞧不出来。 林松源道,颜利,我刚说了吗?我说的都是实话。 马颜利不想跟林松源聊这个,问道,林书记,就算我有心想跟苏领导多接触,可我也没有接触他的机会。 别看马颜利已经干到了世祖之不常,但他也缺少跟苏华新接触的机会,除非有人引荐。 林松源目光闪动着,道,或许我可以想办法给你创造机会。 马颜利和林松源在办公室里交谈时,此刻,位于省城黄园的红星集团总部,玉江和从董事长办公室走了出来,朝走廊里的卫生间走去。 到了卫生间,玉江和进了一个隔间,把门反锁上后,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这头,正是给楚衡办事的白手套照江言。 电话接通后,玉江和压着嗓门道,我已经搞定了张枫阳。 他同意跟那范秘书长的弟弟范成叶合作,你答应我的,该兑现了。 赵江言眼神一亮,真的。 玉江和道,这种事,我敢说谎吗? 回头如果是假的,你一查不就知道了。 赵江言文言,不由自主地点着头,玉江和这么说也没错,让对方也没胆子骗他。 对面,玉江和催促道,你承诺我的好处是不是该兑现了。 赵江言听了一笑,年轻人,你还怕我会赖你那点钱吗? 玉江和没有作声,钱只有进了自己口袋才会安心。 更何况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他要是不早点把自己该得的好处拿到手,心里又如何能踏实。 赵江言也不磨叽,很快就爽快道,你把你的卡号给我,我待会就让人给你打款。 按咱们的约定,我先给你一半。 玉江和点头道,没错。 赵江言笑了笑,年轻人,我这人一向说话算话,最讲诚信,以后你跟我合作时间久了就知道,放心吧,只要你努力办事,该给你的好处,我一点都不会少。 玉江和有些迫不及待,道,那就先这样,我马上把卡号发给你。 玉江和说完就挂掉了电话,将自己的卡号发给了对方。 电话这头,赵江言见玉江和这么着急,摇头笑了笑,心说,这小年轻现在还真是钻尽前眼了,不过这样也好,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 收到玉江和发来的卡号后,赵江言就转给自己的财物,让对方给玉江和的账号打款。 还在卫生间的玉江和,这会正靠着卫生间的隔板抽烟,约莫等了三四分钟,手机叮咚一声。 短信响了,玉江和迅速点进去看了下,看到卡里的余额多了二百五十万。 玉江和嘴角咧了起来,那是看到前后发自内心的开心。 之前赚得太容易了。 玉江和默默想着,他只是推波助澜地在张枫阳耳旁吹吹风,让张枫阳跟那范成业合作。 撕毁和田旭之前的协议,将原本本该给田旭的公司股份给范成业,能得到赵江言许诺的五百万。 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只要他促成张枫阳跟范成业合作,对方会先给他一半的钱。 回头等两人正式签署协议,他将两人合作的一些细节和内容偷偷拍照下来,发给对方。 赵江言就会给他剩下的另一半。 玉江和这会给赵江言打电话,其实并不太敢指望赵江言能痛快给钱。 他多少存着试探赵江言有没有信用的想法,但赵江言如此痛快,着实让玉江和有些惊讶。 事实上,玉江和在这件事情里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关键,因为赵江言这边一直藏头鹿尾,到现在都还没正式露面,所以张枫阳已经开始倾向和范成业合作。 他无非就是在一旁吹吹风,让张枫阳早点下定决心罢了。 自己手头有钱,比什么都实在。 玉江和眼神闪烁着,他如今虽然已经和张枫阳搞上了, 但他感觉张枫阳更多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解决需求的工具罢了,至少他还没能从张枫阳那感觉到对方对他有太多的情感。 虽然张枫阳现在将达关县的西枫峡谷景区度假村交给他管理,但说白了,他也还只是一个高级打工者,至于他早前跟张枫阳约定的每年给他多少钱,玉江和早就不满足于那个胃口。 话说回来,那个赵江岩到底是什么来历? 玉江和眉头紧皱着,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赵江岩的底细,隔着电话。 他甚至都听不出赵江岩是多大年纪的人,不过看到这次对方这么痛快给钱,玉江和发觉对方还真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 老子自己拿到钱比啥重要,至于他们想算计啥,跟老子没什么关系。 玉江和眼里闪过一道金光,他并非一点都看不出啥。 另一边,赵江岩拨通了楚衡的电话。 电话接通,赵江岩恭敬道,楚市长,那个玉江和刚刚给我来电,说他已经搞定了张枫阳。 赵江岩将大致情况跟楚衡汇报起来,楚衡听完后神色振奋,高兴道,好,老赵,这是你办得不错。 赵江岩听楚衡高兴,不由跟着笑,楚市长,主要是那个玉江和太贪财了,他给那张风扬吹枕边风还是管用的。 楚衡点头道,老赵,只要玉江和把事办利索,不要涉不得钱,该砸就砸。 赵江岩笑道,楚市长,您放心,我刚刚二话不说,就让人给玉江和打钱了,就是想着把钱给痛快点,让这小年轻努力办事。 楚衡轻点着头,眼底深处有一股火苗在燃烧,那是野心的火焰。 楚衡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这个春节过后,省内将会迎来一番人事巨变。 白葛征流千番劲,永利朝头赶为先,机会一定是留给他这种有准备的人。 楚衡默默沉思着,他提前谋划,这一波的人事变动,相信一定会有他的机会。 电话那头,赵江岩继续道,楚市长,回头玉江和那边,一旦将范成叶和张风扬的合作协议偷录下来,我会第一时间给您发过去。 楚衡满意地笑道,嗯,老赵,好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楚衡说完,又郑重地叮嘱赵江岩道,老赵,记住,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一定不能搞砸了。 听了楚衡这话,赵江岩当即认真起来,对楚衡道,楚市长您放心,您的事在我这里都是排第一位的,我就算把自己的事办砸了,也不会耽误您的事。 听了赵江岩这话,楚衡眨眨眼,然后笑起来,道,老赵,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这次办事让你花了不少钱,再加上红星集团的利益又没唠到,让你白忙活一场,老赵啊,你的辛劳和付出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赵,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只跟你说一句话,跟着我楚衡做事的人,我是不会让他吃亏的。 听了楚衡这话,赵江岩笑容灿烂道,楚市长,您说这话就见外了,能给您办事是我的荣幸,别人想给您办事还没这个机会呢。 楚衡听了一笑,赵江岩这人不仅办事得体,还很会说话,这无疑是对方让他欣赏的原因。 电话两边,通话的双方此时都笑意盎然,楚衡是满意赵江岩稳重机灵又乖巧,而赵江岩则是听到楚衡的承诺后心花怒放,这次固然是白忙活,但楚衡作为市长,只要对方有心想给他好处,日后找机会搞几个项目给他,就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两人聊了一会后结束通话,楚衡放下手机后沉思着,他已经从苏华新那里听到口风,黄元氏书记洪百川的调动文件可能会在年前出来,而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就是明天,楚衡清楚地知道省里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一些影响,毕竟这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在过年上。 这个春节,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春节,风云激荡,大浪逃杀,我一定会是这个时代的弄潮。 楚衡转头看向窗外,目光遥望远方,深邃的目光里饱含着野望。 一天的时间,悠悠而过。 大年三十的下午,乔梁最后一天的工作行程来到了县局指挥中心,通过指挥中心连线慰问节假日期间坚守在一线岗位的基层干警, 向他们置以节日地问候,并向广大一线执勤人员拜年。 在县局指挥中心完成除夕日的最后一项工作安排,乔梁便准备返回乔家喻。 县局大院里,县局局长彭白泉恭敬地送乔梁上车,他原本打算帮乔梁开车门,乔梁却是先一步拉开了车门。 乔梁侧头看着彭白泉,笑道,彭局,不用送了,今天是除夕,我也借这个机会给你拜个年,祝你春节快乐。 彭白泉愣了一下,玄机有些受宠若惊道,谢谢乔书记,你也一样,春节快乐。 乔梁笑了笑,拍了拍彭白泉的肩膀,半开玩笑道,我们下次再见,就是新的一年了。 彭白泉点头道,嗯,再见就是年后了。 乔梁笑道,那就年后见。 两人开了一两句玩笑,乔梁然后转身上了车。 车子缓缓开出县局大院,彭白泉目送着乔梁的车子离去。 乔梁同样也通过后视镜看着车后慢慢变小直至消失的彭白泉的身影。 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两人现在依然像之前那般打交道, 但彼此间的裂痕只有各自心里清楚。 原地,彭白泉站了好一会,乔梁的车子已经远去了,彭白泉仍在原地站着。 直至旁边的说话声打断了彭白泉的思绪,彭白泉才慢慢回过神来。 同刚刚面对乔梁时的满脸笑容相比,彭白泉此时显得心事重重, 想到乔梁刚刚的话,彭白泉心里有些发毒,明明乔梁的话听着好像没什么, 但彭白泉却感觉乔梁话里有话。 算了,不去想那么多了,先抓紧想办法把冯玉明那边的关系维护好。 彭白泉低声自语,乔梁对他不信任已然成为事实, 他现在没办法再去做什么改变。 更何况,他也不打算改变,彭白泉的勋格决定了他一直以来都喜欢投机。 不经意间,看到边上的邱阳心时,彭白泉眉头皱了起来,他有种直觉, 邱阳心暗地里在搞什么,但私底下找人查邱阳心,确实没发现啥一场。 县局这边的人员也都被他过了一遍,尤其是邱阳心手下的人,一切正常。 这让他忍不住觉得是不是自个最近太过于疑神疑鬼,以至于看啥都可以。 脑子里的想法一闪而过,彭白泉甩了下头,不想再去想那些烦心事,大过年的, 还是让自己高兴一点,别搞得自己整天神经兮兮的。 此时,彭白泉下意识有一种得过且过的想法, 虽然他知道有些事早晚是无法回避躲不过去的,但他又觉得,自己目前的烦心和隐忧,也可能是自己疑神疑鬼的勋格造成的。 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他又何必想那么多,何必忧心忡忡患得患失呢? 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嗯,是的,自己或许真的是自寻烦恼,事情应该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 心里一旦如此想,彭白泉不由右下意识安慰了自己一番,心情略微有些好转, 虽然说人无远虑,必有尽忧,但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谁都不知道,活在当下最重要,过好每一个今天,不就是过好了每一个明天吗? 再说,自己现在的每一个今天,不都过得很好很充实,很踏实吗? 想那么多没发生,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干什么? 如此想着,彭白泉的心里愈发踏实稳定下来,嗯,要过年了,开开心心过个年吧,到了这个岁数,可是过一年少一年了。 彭白泉点着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仰脸看天,轻轻突出一串烟圈, 看着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逐渐变大边模糊的烟圈,彭白泉微微眯起眼睛, 眼前似乎出现了某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幻觉,而他,似乎愿意活在这幻觉里,即使自欺欺人,也不愿意清醒过来。 爱,人生如梦,梦如青烟啊,不知为何,想到自己几十年的体制生涯, 想到自己现在的位置和处境以及所处的态势,彭白泉莫名很感慨,脑子里冒出这句话。 从达光回江州的高速上,乔梁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是伟办主任陈芳阳给乔梁打的。 今天是陈芳阳值班,晚上除夕,陈芳阳得在县大院里过。 上午,陈芳阳还在和乔梁开玩笑说,今晚要组织县大院值班的工作人员一起吃火锅。 看到是陈芳阳来电,乔梁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陈芳阳跟乔梁汇报上面刚下达的一份组织人士文件, 黄原市书记洪百川被免去书记一职,并有任用。 这份文件跟昨天送梁的免职文件仿佛如出一辙, 唯一的区别是洪百川被免去黄原市书记一职后, 其目前依然是省领导班子的成员。 乔梁对这个事早就心里有数, 因此,听到上面的正式文件下来,乔梁一点都不惊讶。 和陈芳阳聊了几句后,乔梁挂掉电话。 这个年,有的人看来不好过了。 乔梁撇了下嘴, 洪百川几乎是掐着时间在除夕日被免职。 其目前虽然还没被正式宣布采取什么措施, 但其结局几乎已经注定。 除非洪百川能够找到通天的关系, 将其案子压下,但这显然已经不现实。 对方要是能有那个关系, 今天的免职文件也不会下发。 乔梁还没来得及多想红百川的事, 手机又响了起来, 这回是吕倩打来的,乔梁连忙接了起来。 吕倩打电话来是询问乔梁到哪了, 乔梁说自己已经在回江州的高速上了。 吕倩文言笑道, 死鬼,等你到家了, 有惊喜在等你。 有啥惊喜不能现在告诉我, 还非得等我回家。 乔梁好奇地问道, 现在告诉你就不叫惊喜了, 行了,不跟你说了, 赶紧回来, 今晚咱们吃个大团圆的年夜饭。 吕倩笑道, 大团圆? 乔梁眨了眨眼睛, 吕倩这话是不是在告诉他什么? 同一时间, 省城黄园。 临下班前, 上任没几天的省秘书长范成立 来到了陶仁华的办公室。 陶仁华这时候正在收拾自己的抽屉, 准备下班离开, 今天是除夕, 他的家人都过来了。 今年这个春节打算在黄园过, 陶仁华这会准备回家去跟家人吃年夜饭。 看到范成立过来, 陶仁华冲范成立随意点了下头, 问道, 成立, 什么事? 范成立犹豫了一下, 其实从走进陶仁华办公室的时候, 范成立就有些后悔过来, 但内心深处的欲望却又驱使着他过来。 陶仁华没听到范成立回答, 不由抬头看了范成立一眼, 看到范成立欲言又止的样子。 陶仁华立刻明白过来, 陶仁华立刻明白过来, 道, 成立啊, 我明白你的想法, 也知道你想进步, 但你现在担任秘书长不就挺好? 秘书长这个位置不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干, 我还真放心不下。 听了陶仁华这话, 范成立沉默了一下, 知道既然陶仁华如此想, 自己再说啥都白搭了, 既如此, 自己还是实相得好。 于是, 范成立点头对陶仁华道, 陶书记, 您的话我明白, 您放心, 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干好秘书长这个位置的, 一定为您搞好服务。 陶仁华再次看了看范成立, 神色有些无奈, 对方怎么说是一回事? 心里所想的, 却又是另一回事。 她是在前两天, 范成立跟她的一番谈话中才知道, 范成立对黄元氏书记一直有想法。 这位时把陶仁华搞得挺无语, 这会对方过来, 明显还是为了这事。 人的野心和欲望永远都是无法满足的。 陶仁华看着范成立, 心里默默想着。 此时陶仁华心里对范成立有一丝不满, 但却又无法说出口, 他其实也明白, 既然在体制内做事, 谁都想进步, 自己是如此, 范成立也不例外。 虽然黄元氏书记和秘书长都是省领导班子成员, 都是评级的, 但谁都知道, 干黄元氏书记, 当然比干秘书长进步空间大, 而且大得多。 而且黄元氏书记是实职, 权力大, 也能更加锻炼人, 在资历履历方面会更加有说服力。 这时候, 陶仁华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件事, 昨天, 有人跟他推荐了一个黄元氏书记的人选。 想起推荐的这个人选, 陶仁华眉头微皱, 不由陷入了沉思。 给陶仁华推荐的这个担任黄元氏书记的人选, 就是目前担任江州市书记的吴惠文。 招呼是上面某位女领导打下来的, 对方是目前女干部队伍里的领军人物, 吴惠文不知道怎么就入了对方的眼, 竟然会让对方亲自开口跟他打招呼。 脑海里的想法一闪而过, 陶仁华这时候没心思多想这事。 目前有关黄元氏书记的人选还没正式讨论, 等过完春节再做定夺。 心里想着,陶仁华道, 成立,你现在刚当上秘书长, 先专心干好你的本职工作。 范成立正色道, 陶书记您放心, 工作上的事我从来不会含糊。 陶仁华点点头, 又低头在抽屉里找着什么东西。 范成立健壮, 一些话也不好再说出口。 江州,三江县乔家喻。 当乔梁回到家里的时候, 才知道廖古峰夫妻两人都过来了, 吕倩给他说的惊喜就是这个。 廖古峰夫妻俩今年打算来乔梁家里一起过年。 乔梁父亲正陪着廖古峰在堂屋聊天, 看到乔梁回来, 乔梁父亲明显松了口气, 道, 梁子, 你来陪你岳父说说话, 我去厨房看看有啥需要帮忙的。 乔梁父亲在廖古峰面前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 虽然廖古峰平易近人, 没什么架子, 但两人坐在一起, 能聊的话题终归太少, 虽然廖古峰主动找着话和乔梁父亲聊, 同他唠一些农闲家常, 但乔梁父亲还是有点拘谨, 更何况他本身也是个梦葫芦。 乔梁将手里提着的一些从达官带回来的本地特产放下, 朝廖古峰走过去, 笑道, 爸, 你们怎么来了? 如今和吕倩正式结了婚, 乔梁对廖古峰这个老丈人改口喊罢了。 廖古峰笑道, 梁子, 你说这话是不欢迎我们不成。 乔梁连忙道, 爸, 您别误会,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廖古峰笑了笑, 这女方娘家父母一起到南方家里来过年, 以前可都没怎么听说过, 我们是厚着脸皮不请自来。 乔梁笑道, 爸, 您说的那都是陈峰就俗了, 咱们现在是新时代了, 没那么多讲究, 两家一起过年好, 更热闹。 廖古峰点头一笑, 我们就小倩这个闺女, 我们寻思着, 今年是你和小倩结婚的第一年, 这个除夕, 两家一起过个大团圆年, 热闹热闹。 乔梁道, 爸, 以后每年的除夕, 咱们都一起过。 廖古峰笑着点点头, 他也是忙到下午才坐飞机来江州的, 虽然他现在工作安排较为轻松, 但年前这几天, 因为要参加一些春节团拜会, 反而比平常忙了些。 两人说着话, 吕倩和吕倩妈妈这时也从厨房走出来, 两人刚在厨房里帮忙, 乔梁母亲舍不得让两人多忙活, 将两人给赶了出来。 乔梁站起身, 朝吕倩妈妈喊道, 妈。 吕倩妈妈满脸笑容地点头, 老话说得好,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吕倩妈妈现在看乔梁事怎么看怎么顺眼。 吕倩走到乔梁身旁, 不客气地在乔梁手臂拧了一下, 称道, 只跟我妈打招呼, 不用喊我啊。 乔梁笑道, 咱俩谁跟谁啊? 乔梁招呼着吕倩妈妈坐下, 吕倩妈妈道, 梁子, 你那个开水重新烧一下, 我给你爸泡中药。 乔梁将旁边的烧水壶重新按了一下, 问道, 爸, 您现在开始喝中药了。 廖古风笑道, 这是请京城有名的一个中医开的房子, 说是用来调养身子的, 增强身体免疫力, 按他的说法, 身体的免疫力起来了, 百病自消, 也不知道是不是忽悠人的, 试一下吧。 乔梁文言道, 中药在调养身体方面, 确实有独到之处, 尤其是爸您这种动过大手术的, 多事是没坏处。 吕倩妈妈笑道, 你爸才刚喝了一星期, 说是明显感觉整个人精神了许多, 走路都比平常有力气了, 我看人家那个中医还是有水平的。 乔梁跟着笑, 这是好事, 西药吃多了也不好, 日常用中药调理, 而且还有一定的治病功效, 我觉得以后多尝试下中医也不错, 当然了, 该正常到医院去复查也得去, 不能耽误了。 廖古风白手笑道, 反正我现在每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摆正好心态, 乐呵呵过日子就行了。 李倩妈妈白了丈夫一言, 大过年的, 竟说这些不中听的话。 廖古风忙不迭笑道, 好好, 我不说了, 在家必须得听你的。 李倩妈妈起身从包里拿出了一袋中药制剂, 拿杯子去泡中药, 廖古风则随口说道, 梁子, 你们省里边现在动静不小吗? 乔梁知道廖古风指的是什么? 笑道, 爸, 最近陶仁华书记估计也头疼得很, 他刚上任就碰到一连串事情。 听乔梁提到陶仁华, 廖古风挑了挑眉头, 他一直对陶仁华不太看得上, 哪怕是现在也一样。 乔梁看到廖古风的表情, 知道廖古风和陶仁华一些过往的他, 很明智地岔开话题, 道, 爸, 现在黄元市书记的位置空出来, 您觉得江州市的吴惠文书记有机会吗? 吴惠文? 廖古风念着吴惠文的名字, 颇为感慨道, 以前我还在江东工作的时候, 吴惠文是江州的市长, 现在都进了省班子了。 乔梁笑道, 爸, 那都过去几年了。 廖古风呵呵笑了一下, 接着轻点着头道, 是啊, 时间真快, 但仿佛又在眼前。 廖古风说着, 脸色突然严肃起来, 对乔梁道, 梁子, 上级的人士任命, 你不要下掺火。 否则只会让别人觉得你没有分寸。 廖古风此刻之所以会对乔梁说这话, 是因为他知道乔梁经常会掺火一些人事上的事, 尤其是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 乔梁显然也没想到廖古风会突然说这么一句, 愣了一下, 玄机神色一领, 他明白廖古风这话里蕴含的意思, 廖古风既是在点拨, 他认识到人事变化的莫测和复杂讯, 又是在提醒他注意自己的级别, 身份和背景。 乔梁郑重点头, 对廖古风道, 爸, 我知道了。 一旁, 吕倩不乐意道, 爸, 咱们不就是在家里聊聊天吗? 您搞得那么严肃干嘛? 廖古风刚崩起来的脸, 瞬间就垮了, 抬手指了指吕倩, 哭笑不得道, 人家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看古人说得一点不错, 你看我这都没批评梁子呢, 你就不乐意了。 吕倩翘起嘴, 对廖古风道, 爸, 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 自家人在家聊天, 干嘛搞得那么认真? 廖古风无奈地笑了笑, 对乔梁他还能板起脸, 对这个宝贝闺女, 他是一点都严肃不起来。 有时候吕倩妈妈还会数落女儿几句, 廖古风是一句重一点的话都舍不得说。 廖古风刚刚其实也没有批评乔梁的意思, 这时候脸上恢复了笑容, 又仿佛是在跟乔梁聊家常一般, 道, 梁子, 你们江州的吴惠文同志, 已经被列入重点考察培养的女干部梯队里, 这一次, 也许他会有机会。 乔梁听到廖古风的话, 眼神一下亮了起来, 吴惠文被列入重点培养的女干部梯队了。 太棒了。 此时, 乔梁由衷替吴惠文感到高兴, 他很希望吴惠文能担任黄元氏的书记, 这对吴惠文来说, 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对他今后的继续进步无疑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廖古风继续道, 之前吴惠文能进入省领导班子, 一方面是你们江东省要大力推进经济双合战略, 在省内确立了一南一北两个经济中心的发展战略, 所以提高江州市的城市地位也就成了必然之举。 江州市的一把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高配, 但吴惠文进入省领导班子之所以会那么顺利。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你们省领导班子没有女同志, 吴惠文多少占了点这个便宜? 听了廖古风这话, 乔梁微微点头, 廖古风说的这些, 乔梁大致都清楚。 此刻让乔梁惊喜的是, 吴惠文进入了上面领导的视野, 这说明吴惠文将来有可能不仅仅止于省级这一层次。 不过现在说, 这些为时尚早, 体制里的竞争之激烈, 说是千军万马过渡木桥亦不为过, 进入上面领导的视线是一回事, 能否脱颖而出又是另一回事。 两人说着话, 乔梁妈妈从厨房里端菜出来, 开始张罗道, 准备吃饭了, 梁子, 招呼亲家坐过来。 乔梁听了, 站起来笑道, 爸, 咱们坐到餐桌那边去, 边吃边聊。 廖谷峰笑道, 你们先过去, 我把药喝了再说。 吕倩去厨房帮忙端菜, 很快, 桌上便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这些都是吕倩和乔梁妈妈忙活一下午做出来的, 吕倩妈妈到了后也帮了不少忙。 其他人也都等着廖谷峰喝完药, 这才一起上桌, 廖谷峰摇头笑道,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不要搞得这么见外, 今天在这里可没有什么领导, 只有蹭饭吃的老头子。 廖谷峰这话把乔梁父母也逗笑了, 众人乐呵呵地坐下来, 廖谷峰看向比自己年长几岁的乔梁父亲, 笑道, 庆家公, 在做你最大, 你先来几句新年贺词, 咱们再开吃。 乔梁父亲一听, 当即挠头, 不由自主蹦出一句, 哎呀, 吃就是了, 哪来那么多讲究。 乔梁父亲这话一出来, 在场的人都是一愣, 随即吕倩妈妈忍不住笑出来, 看了丈夫一眼, 说得好, 就你是多, 你以为是你们干部的酒会啊, 吃饭前还得来个住酒瓷。 廖谷峰笑道, 行吧, 当我没说, 来来, 既然庆家公发话了, 那咱们开吃。 伴随着廖谷峰的话, 众人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中, 开始了除夕的年夜饭。 万家灯火辞旧岁, 和家团圆迎新春。 过年的喜庆洋溢在祖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上。 省城黄园, 位于黄园市区的一处高档别墅小区, 这处别墅小区在黄园市被称为富豪的身份象征, 也是黄园市最大的富人集聚地之一, 本地老一辈的富豪, 不少人都喜欢在这里置业。 小区里的每一栋独栋别墅, 都是大几千万起步, 一些位置好的, 成交价甚至过亿。 这样的价格尽管跟那些一线大城市不能比, 但在黄园这种普通省会城市, 已经是十分昂贵。 夜色降临,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驶进其中一栋地势较高的独门独院的大别墅, 随即一名男子走下车, 正是省秘书长范成立。 别墅的院子里灯火通明, 范成立下车后, 便探头张望起来, 这里他显然还是第一次来。 屋里, 范成立的弟弟范成叶迎了出来, 笑眯眯道, 哥, 这里不错吧? 咱们这一栋, 地皮占地近两亩。 范成立环视了一圈, 微微点头, 不错是不错, 就是太高调了点。 范成叶不以为然道, 哥, 你想多了, 咱们这是独门独户, 大门一关, 谁知道谁啊? 再说了, 咱们这么大一家子, 不搞个大别墅, 逢年过节的, 想去都没个大点的地方。 范成立没说什么, 弟弟范成叶是在将别墅买下来后才告诉他的, 他虽然不赞同, 但买也都买了, 总不能再让对方退了, 而且, 这套别墅买的是装修好的二手别墅, 都已经过户完了, 人家卖家也不可能同意退。 范成叶笑道, 哥, 进去吧, 一大家子人都到了, 就等你了。 范成立点点头, 晚上两家人一起过年, 把父母也接过来了, 老人孩子, 加起来有十多个人, 确实是一大家子。 两人往屋子里走, 范成叶问道, 哥, 你有没有试探过陶书记的口风? 你当黄元氏的书记, 有没有戏? 范成立脚步一顿, 摇头道, 这是恐怕没太大的希望, 听陶书记的口风, 他还是更希望, 我干秘书长一职。 范成叶道, 这要是没有陶书记支持, 你要当这黄元氏的书记, 确实很难。 范成立转头看了弟弟一眼, 你和那张枫杨的协议都谈妥了。 范成叶笑道, 哥, 不止谈妥了, 我还和他签了书面合同。 范成立差一道, 这么快。 范成叶看看哥哥惊讶的神色, 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他没急着告诉哥哥这事, 就是想给对方一个惊喜, 笑道, 我就是想赶着在年前将这事搞定, 所以催张枫杨抓紧将协议签了, 毕竟口说无凭, 白纸黑字的协议, 才能让人心里踏实。 范成立瞥了瞥弟弟, 事情能办得这么神速, 少不了借助他的权势, 范成立沉默了一下, 道解道, 成叶, 你在外面不要直接打我的名头, 明白吗? 范成叶笑道, 哥,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这次多亏萧远程跟着我跑前跑后, 对了, 萧远程想要提官州市的副书记, 到底有没有戏? 范成立道, 惦记着副书记一直的, 可不只是萧远程一个, 据我所知, 关州市组织不长马延利也有想法, 他可比萧远程更有竞争力, 更别说其他竞争对手了。 范成叶道, 这年头, 但凡是升官的事, 就没人不积极的, 很多人惦记也正常, 关键还是拼各自的人脉背景。 范成叶说着, 看向哥哥范成立, 哥, 萧远程对我的事很上心, 安全马后帮了很多忙, 这次你要是能扶他一把, 就多上点心。 范成立砸了砸嘴, 我尽力吧, 主要是萧远程刚重新启用没多久, 短时间内想再进一步重用, 恐怕没那么容易, 别人肯定会拿他之前的问题说事, 会拿他之前的问题说事。 范成叶听了, 也不好再说啥, 哥哥既然许诺了, 那肯定也会尽力, 而体制里的事, 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两人走进屋里, 一家子人已经围桌而坐, 就等着两人, 范成立看到一大家子人欢声笑语, 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范成叶观察着哥哥的表情, 笑道, 哥, 现在你官升一级, 已经跻身省级领导, 我这事业也越做越大, 咱们范家是越来越红火了, 回头等咱们下一代培养起来, 开支散业, 到时候咱们范家也能成为江东省的一个名门望族。 范成立难难道, 人家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我们范家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名门望族, 光靠咱们是不够的, 我们只能算是第一代打根基的人, 全力地传承和延续, 还得看咱们的下一代能否顶起来。 范成叶笑道, 哥, 肯定没问题的, 你已经打下这么好的基础, 除非我们的下一代是范桶, 否则绝不会差了。 范成立没说话, 全力的传承和延续又岂是真的那么简单? 同样的问题, 赵清正此刻也在拷问着自己。 站在家里的阳台上, 赵清正心情复杂地眺望着远方, 这个年, 对他来说过得有些糟心, 尤其是看着远处璀璨的烟花, 赵清正的心情更是难以凝撞, 别人都在欢欢喜喜过新年, 他却是带着糟糕的心情在吃这顿年夜饭, 儿子在看守所里, 而他的仕途同样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样的境况又如何能让他踏实开心地过好这个年? 明年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光景。 赵清正轻声自语, 脸上阴云密布, 此时赵清正的内心是忧郁抑郁的, 还有些心神不宁。 这个年,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人的悲欢注定不同步, 初一初二的时间一晃而过。 初一, 乔良跟吕倩陪着父母去拜访了一些亲戚, 初二, 乔良和吕倩则是宅在家里, 因为廖古风夫妻俩过来了, 所以初二传统地回娘家, 对乔良来说, 反而可以在家轻松地休息一下, 平时忙于工作, 乔良如今反而喜欢在家躺着, 不爱四处走动, 但来登门拜访的人太多, 着实又让乔良烦不胜烦。 大三出三这一天, 耀古风夫妻两人离开乔家喻, 两人在江州和黄园有几个老朋友, 打算去走动一下, 而乔良今天则已经开始了工作, 返回达官参加今天举办的首届达官级企业家联谊会级招商大会。 一天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初六, 乔良和吕倩在乔家喻补办了婚宴后, 又在江州市区办了两桌酒席, 宴请体制里的一些朋友, 以及走得较劲的领导。 耀古风夫妻两人在参加完乔良补办的婚宴后, 便返回京城, 吕倩则是打算留在乔家喻多陪乔良父母两天, 出八再回京。 对于吕倩, 乔良也好, 乔良父母也好, 都是打心眼里喜欢, 不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儿媳, 吕倩都让人无可挑剔, 乔良在同吕倩结婚后, 内心曾有过的些许彷徨也早已消失, 只是脑海深处, 偶尔闪过其他女人, 特别是叶欣怡的身影时, 乔良心里或多或少会有些波澜。 除夕那晚, 乔良也收到了其他女人发来的拜年短信, 但乔良也只是简单回复了下新年快乐, 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和吕倩结婚后, 乔良对比以前还是改变了许多, 花心或许是男人的本薰, 但乔良却是知道最起码的分寸。